当前,全球疫情仍处于高危运行,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、面广、频发的特点,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。 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,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九不准要求,落实属地、部门、单位、个人四方责任,以快制快阻断疫情传播,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,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。 要坚决整治层层加码,关心关爱受到疫情影响的群众,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就疫需求。 要始终做好个人防护,遵守防疫要求,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。